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四下午2点到3点 在大爱网路电台播出的大爱串起来节目 我是崔菊芬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新北市永和区的慈济志工邱华真师姐 华真师姐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华真师姐担任这个客服老师有12年的时间 那您担任访式志工有多久 15年了 哦所以就是担任访式志工之后 开始看到了孩子们的需求 你也加入了这一块是吗 对其实就是我在15年前 我就是已经接触到这个个案 然后在我跟月雪的这个互动中 看到他们家的需要 那也就呢从居家客服开始 那我觉得说其实 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效 为什么呢 因为环境的关系 因为时速的关系 所以呢我就开始 时速是什么意思 时速就是说我们辅导的时速 那个时间没有那么长 然后也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互动 所以我就开始有了这样子心牙客服的想法 那在2008年开始着手规划 2009年2月份我们就正式成立了 就是一对一的客服 那就是把所有的我们有需要的孩子 都请我们凡事志工都带过来 那就是很开心有这样子的因缘 一直做到现在 好的 那我们节目首先呢 我们要先看一段影片 这是华真师姐呢 她在新冠疫情期间 她看到孩子们在学校停课 必须线上上课的情况之下 家里面没有足够的这个设备来因应 这样子呢 求学就会面临中断的情况 所以呢 三重访试团队 大家就募集了二手电脑 那华真师姐也在她拜访 照顾户的家庭当中了解了需求 把电脑送到他们的家里 而且呢 还协助他们安装 安装这件事情 可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但是呢 华真师姐正好就是这个专长 她呢 考取了这个软体应用 丙级技术师的这个资格 而且呢 她是台科大数位学习 跟教育研究所的硕士 那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再继续访问华真师姐 越学同学最爱的人 大家猜一下 她最喜欢谁 没有 她好乱信 四季新雅客服班 是许多弱势家庭孩童的 课后辅导班 四季志工邱华真 担任客服老师已经12年了 今年5月 新冠疫情升温 学校停课了 客服班也只好暂停 但邱法真很关心孩子们在家学习的情况 哈喽 三个宝贝 远距上课需要电脑和网络 考验着家长的经济能力 隔代教养的菜家三兄弟 正好念国小 一二三年级 三个人只能共用阿嬷的一只手机 根本就无法上课 阿嬷的一只手机 都点不进入 两天开始 一两个月都没办法打开 我都想说 打开会儿可以去上课 不然因为 真正热门的人都没钓 我有跟你问 你也没跟他说 我就想说 这样都一直麻烦 你再上班 你会很忙 没关系 拿出来看一天 这是简单的电路 然后我们就是可能说 要做一些模拟或一些测验 大学一年级的林兆文 念的是通讯工程 因家境清寒 他得要半工半读 抚养阿嬷和妹妹 疫情三级警戒后 他失去工作 也买不起电脑 那像我们这种家庭 其实除了手机之外 就没有什么可以 因为没有电脑 所以我们只能用手机上 那模拟器对手机的 就是很不友善 真的非常难操作 这我不是说假的 老是说可以点 其实完全不能点 真的 这课 所以很多课 真的是没样的反过 这种就很难移 也是一样很难移动 那你们现在要考试怎么办 不是说快要考试了 真的要快要考试了 那你怎么办 真的 我也在想要怎么办 所以我一直只能这样讲 那需要上课念 对 所以我们是 真的是现在很欠缺电脑 所以我才会跟师姐要求 有没有电脑这个东西 好 刚才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华真师姐 他 在这个访试 志工的过程当中呢 他很热心的去访试了 这些孩子们 这些家庭的个案 那请华真师姐 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这个影片里面 是有一个家庭里面 他有一个阿嬷带三个孙子 可是只有阿嬷有手机 所以他们孩子就没办法 没办法上课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 若是家庭孩子 有这样的现象 是一个普遍的状况 因此呢 在刚开始 就是要从线上上课啊 就大家都没有这样子的载具设备 所以慈激也就赶紧的 添购全新的这个笔电 来供应孩子 不过笔电呢 其实很抢手 大家还要排队 所以在这中间 我们就开始募集了二手电脑 甚至我还提供了 我自己的iPad 赶紧让他们先能够 至少能够上课 然后先求有再求好 那好的话 直到他们拿到笔电的这中间 那我们还有一些 种种的状况要排除 硬体有了 还有软体的操作问题 怎么样让他能够顺利连上线 其实呢 当你已经教会他了 可是他在实际跟 这个老师的连线互动过程中 总是会有种种的困难 那这时候你就 你就要再去协助 去找到他的问题点 到底在哪里 其实到现在到昨天 甚至到今天早上 我都还在 跟个案的孩子 家庭的这个家长联络 怎么样呢 就是帮助他们 在种种电脑的操作上面 的问题的排除的解决 所以这硬体软体之后才会到了我们现在的线上的客户 就是现在永和新亚线上 还是每个礼拜二跟四 我们用本来是实体的课程 现在改成线上课程 那线上课程就是说 我们在七月我们有来个线上相见欢 就很像一个party 大家孩子我们好久不见了 然后寒暄 然后彼此也了解在这过程中的一些状况 然后最重要就是说我想要知道说你们接下来有没有一些学习的一个目标 你们想要再加强什么 那大家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底定之后呢 我们就会安排我们适合的老师 我们志工老师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优秀 很多都是已经有十几年以上的经验 那每一个教室呢 就是一堆的模式 让孩子们能够视讯学习 那如果他对学习上面没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是安排的 就是他所喜爱的一个学科 比如说有孩子会在线上就开始表演的魔术 或者是展示他家中他自己喜欢的这些玩具 或者是他的收藏品 甚至呢还开始吹起直笛 或者是说故事给老师听 所以这就是一个透过鼓励来增强他的自我信心 然后接着能够发展出他各方面的一个 就是说不会像在学校一样 好像是被打压的 他的学习上面没有成就 整个人好像就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不好的孩子 不会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法华经我们现在都在读嘛 药草一品里面提到的 我们孩子可能有上中下根基 那我们老师面对这样子孩子 我们要应激斗角 不管你是什么样根基的孩子 我们都是会好好的去给予帮助 不会去放弃他 那最重要的是希望这群小小的幼苗 我们能够灌溉 最后成为大树 长成大树以后 能够配应我们树下所有的人 那这个树我们要怎么样去耕耘 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种子 所以这个种子很重要 种子要种对 如果你想要长成一棵苹果的苹果树 那就是要种下苹果的种子 那所以呢 我们的新芽的我们志工老师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说 让这个种子能够种好 那这个种子应该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新芽客服不仅仅是学业上面的陪伴 我们最重要就是上人所说的品格 还有一些非认知的能力 什么是非认知能力呢 就是所谓的感恩 毅力 勇气 或者是沟通能力 甚至是自我的控制能力 这些等等的 也就是回归到我们要如何帮助这些孩子能够成为大树 为什么要成为大树 他是可以再去帮助所有的人 但他能够去帮助所有人 表示他已经翻转他自己原生家庭的宿命 所以我也是期许祝福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 他们能够一起来做志工 不一定要回来持续做志工 但是你要期许祝福自己做志工 表示你是已经时间好 健康好 身体好 家庭好 种种的好 所以要祝福自己做志工 不论是在哪一个行业都可以成为救人的人 我们的月雪同学啊 她月雪同学最爱的人 大家猜一下 她最喜欢谁 没有 她好乱写 她说她最喜欢她自己 所以你看她现在这么热心助人 走到上台 阿雪是永和新亚客服班最早的学生 同时也是邱华珍关怀十多年的孩子 姐妹俩的母亲早已生病去世 全靠外婆 捡资源回收 抚养长大 我这样买 小姐买菜我就很欢迎 如果看落大虎我就没用了 如果没有落大虎我就会感到嬪嬪 人生人要骨头 没骨头就要怎么吃 再来 不是啦 这样 这麦胚啦 这麦胚的看不出了 这麦胚 抚兔专时我叫她去抚的 她是本来没兴趣 我说阿嬷这样招不去 你先去抚 抚兔专人 阿嬷这个学期啊 她刚考上护装嘛 那我们也打量去学校啊 因为她说她要穿二手的嘛 那种的制服 我们就靠着去好好 把那个好好来闷着 看有那种 阿嬷生病那时候 有没有一直哭着说 好担心 有没有 有啊 我靠到 最先需要照顾的人是谁 就是 就是 这位 大五 从小就是父母没有在身边 然后外婆有资源回收 来抚养我个妹妹 国家五年级的时候 就是刚好接触到 新亚 然后华正事故来 就是来跟我们讲说 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我学习 那我当然就乐意啊 有一个这样的管道 当然就是去参加 慢慢的一步脚印的这样读书 然后读到了护专 然后也顺利的毕业了 然后我就想说 有词剂这个部分 那我就当然就直接选词剂 因为毕竟从小 就接受这样的帮助 那就是这样子来 顺便做个回馈 然后也喜欢这样的环境 就这样啊 我就拍你啊 邱华正从小看着 长大的林月雪 现在是台北刺激医院的护理师 目前负责新冠肺炎专责病房 压力非常大 我去开生产的地方 我觉得你的气色比较好 是吗 我觉得我好累 好累喔 带着学弟学妹的爱来呈现 好 来 给你 谢谢你 谢谢你啊 你真的是我们的骄傲 太可爱了 好 这张是专门要给你的 好 好 那其他的就是 也可以分享给其他的 我们的同事吗 这太厉害了 这是非常用心才画得出这样子的 你看 对啊 哇 好 我拿回去给单位的 对 画两个礼拜了 心里愁躯着 我怕说影响到你们的工作 你们已经本身都已经马上马路了 所以我就摆在手上 然后不好意思把这个爱送出去 你们要来试试 真的喔 我跟你讲 那个疫情结束比较平息 有机会啊 真的回来给学弟学妹分享一下 好 我们有一些学弟学妹都因为你去分享 现在也选择了护理科系 希望这些小小幼苗 以后呢能够慢慢长大 在我们爱的灌溉之下 我们每个老师就像圆顶嘛 圆顶灌溉 让他们长大成为大树 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好 刚才我们看到的影片呢 就是师姐灌溉出来的大树 对不对 对啊 其实月学啊 就是我们最早会成立 我会成立这个永和新芽的这个契机 哦 真的哦 就是 对对对 我就是因为从访试中 然后看到孩子需要 所以我就发起了这个永和新芽客服一直到现在 那我们中间有很多位就是我们跟着我一起来 已经超过十年的 比如说我们中仁 师兄 嘉玲 家手 或曾庭 这些等等的 还有丽儿 那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教务 教务长一文老师 他也是非常优秀 一直分享他的经验 让我们的老师们能够一起来教学乡长 真正帮助到孩子们 那其实我在新芽10周年庆的时候 我就成立了新芽学长会 为什么要成立新芽学长会 看到这一群孩子 从新芽毕业之后 不要跟持继断了线 还是要继续的来把这条我们的爱的连线要继续下去 要传承下去 我会老对不对 虽然我已经在这里做了十几年了 这青春 青春岁月都已经 对 但是我看到我们学长们 我们学姐们都会回来 跟我们学弟妹分享他们的一个 这个过程 然后甚至我们现在圆圆的活动的主持 就是我们的学长学姐来承担 对那他们也会一起来跟孩子们同乐 跟学弟妹们同乐 甚至来担任克谷老师 我们在两年前有一个我们学长 他刚考上这个辅大会计系 马上就告诉我 师姑我要回来做克服老师 我就说太好了太欢迎你了 他白天在辅大上课 晚上就来新芽克服担任志工老师 另外他还要去打工 我说你这样子会不会太辛苦 他要为他的房租为他的生活费 来筹这些基本的费用 我其实我也会觉得说很不忍心 对然后他说来新芽真的让他心里有一个微一的感觉 这就是他翻转人生 那我们现任的这个新芽学长会的窗口 阿卢 他是更新护校的这个化妆品系 他今年去考了大学 大家猜 您猜他选择了什么科系 副理系 社工系 社工系 我女儿也是社工系 真的太幽了太幽了 而且他其实是可以从这个大三开始 可是他说他要从大一开始学 因为他完全是跳痛的 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看我们这样一路陪伴 他本来化妆品系 可是我们一直不中断的一直这样子跟他互动 甚至他现在叫我干妈 就希望说他也能够他未来人生 能够把这个当制公司作为一生的职制 能够服务别人真的是最有福的人 他从我们这个师姑师伯身上看到 所以他也要把这个纳为自己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目标 所以他转向社工系 另外我们也是今年考上大学的 考上南华大学的一个孩子 他也是我们的学姐 他跟我说 他选所有的学校 他很多学校可以选 可是他只有一个目标 幼教系 而且他要选择 那个幼教系是可以修教育学分的 因为他想要跟我们一样 从幼儿 从小的幼儿 开始来来着手 来互动 来教导起 所以他就是选择了幼教系 这也就是 其实我们学长 学姐们真的是非常用心 那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我们老师们真的是 所有的心力 就是也是希望说这群孩子 也一起来 能够奉献一己之力 这就是我们从付出中看到别人的需要 那我们也把这样子的 对别人的这样子付出 当做是自己一生的这样子一个责任 真的是很开心 好 那听到这些学长学姐们的这个回馈 我觉得这就是当客服老师的最大的动力 对不对 因为你就是一代一代有传人 一代一代有人愿意跟你一起走在这个路上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感动 那客服班平常是怎么运作啊 我们每个礼拜二跟四晚上 我们就是用尸体的一对一的模式 那就是说孩子们他们可能会需要的是英文 数学或者是不同面向的 有些比较小的孩子 他大概就是比较需要陪伴 甚至于就是说在课业上面不是那么的需要 像我们有一个孩子 他其实是他弟弟来到客服班 可是他就是跟着跑过来 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孩子就是我们需要去陪伴他的 因为我从侧面了解 就是说他到处去跑庙会 到处去跟一些这个混在一起 这样子 其实是这种孩子才是我要去留下来的 所以我就把他留住了 给他很多的任务 其实我在上礼拜还就是他 他现在已经都已经毕业了几年了 那我知道说他现在在桃园机场就是帮忙做一些配管的工程 对那我们都有保持联络 就是希望说这孩子们就是我们看到绝对不要放过 就是把他留下来就对了 那所以我们客服班的年纪很大咯 就是我说年纪的这个範围很大 是吗 有我们客服的对象就是从国小国中 那可能有一些高 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有 今年迈到第13年 那如果他是 那10岁来 那10年也已经20几岁了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一直一直下来 所以我才会在我们新亚10周年的时候成立了学长会 因为孩子大概都已经长到差不多出社会或者是大学 那这时候真的是要好好抓住他们 因为其实在我们也知道说树在长成的过程可能会有风吹雨打 他会不会偏掉了 赶紧呢 这种子我们虽然下好了 可是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抓回到本来的这个正轨上面去 难免啦 他的生活环境啊 工作环境啊 如果不小心啊 就是会遇到一些 那这些客服班的孩子您都从哪里找来的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慈济就是以慈善起家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有需要的这些 暗角的我们的弱势家庭的孩子 都是我们慈济关怀的家庭的一些在学的子女 就是这些孩子就是来自于我们关怀的家庭 哦 那现在少子化我们照顾家庭的孩子会变少吗还是 的确是比较少一点 我们以前呢大概会有四十多个孩子 嗯 那现在呢就是二十几个孩子 其实二十几个孩子也就像我们现在一般 我们学校的一个班 嗯 对也算是蛮多的 而且我们还要一对一 那所以这些我们这群老师我们现在又有 词二代嗯 然后也有我们之身的志工带着这群词二代 或者是新进的一些社区的有心人士 我在最早的时候呢 其实只有我一个受证的委员 再加上呢 那个有时候我们那个大一台 薛妍凯师兄他也很忙碌 有没有 可是他还是有时候会过来 那现在呢我们有好多位的受证之工 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嗯 他也感受到多 哎 这个付出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有福 然后也看到跟孩子的互动中 我们都会有人文课程 嗯 那就是从中呢大家也有所收获 嗯 那大家会一起去玩吗 会啊我们我们举办很多的活动呢 嗯 特别是在暑假更忙碌 我妈就说奇怪了 那暑假不是大家都要休息吗 放假 怎么看到你 对我们不 我们不只没有停课呢 而且我还增加很多课程 特别是户外课程 嗯 我们会提脚踏车 会带去儿童新乐园 或者是去科教馆博物馆 嗯 然后甚至去呃 去这个 去英哥呢 去捏桃 嗯 反正就是非常多的活动 还有我们固定会有棋椅的比赛 嗯 你知道下棋呢 很多孩子会想说下棋 这是什么东西啊 嗯 我们孩子不仅会下棋大盘 还会小盘 要按棋嘛 跳棋围棋 五指棋 哦 样样精通 嗯 刚开始大家都不会啦 嗯 那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下棋嘛 所以呢 透过这个棋椅也可以 平心 好 那我们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访问永和的慈济志工邱华真师姐 稍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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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奔跑吧 跟着我别怕 在知识的操场 张开翅膀去飞翔 像天空雪晴朗 像月亮 文圆满 文圆满 当铅笔越小越短 故事越写越长 请记得我的期盼 人生是一堂堂的功课 教室没有墙的 回头我在这 当你遇到挫折 请记得你的快乐 学习习想收取乐的歌 梦想的颜色 追寻的人可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你就是最好的 勇敢奔跑吧 跟着我别怕 在树本的海洋 放心去乘风破浪 有人伤有人谎 有人盼有人乱 好寒雪还很宽广 陪你扬帆起航 我记得你的忐忑 人生是一堂堂的功课 教室没有墙的 不要怕取舍 更不要怕选择 我记得你的快乐 夜里绽放自信的歌 成长的拉扯 进退的抉择 每个人都和自己拔河 我为你加油着 我为你加油着 我记得你的忐忑 我记得你的忐忑 人生是一堂堂的功课 就是没有强的 不要怕取舍 更不要怕选择 我记得你的忐忑 我记得你的快乐 眼里绽放自信的歌 成长的拉扯 成长的拉扯 进退的抉择 每个人都和自己拔河 我为你加油着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再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在第二阶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是继续访问 新北市永和区的慈济访市 志工邱华真师姐 那在访问华生师姐之前 也跟大家讲一下 在过去这一个星期 我们慈济基金会 其实也投入了台湾慈善的工作 相当的多 包括我们把我们的经费 百分之二十二是放在居家的 线上学习的支持 那百分之二十五 是第一线防疫物资的提供 那另外有一半 也就是百分之五十三 我们是防疫纾困 那防疫纾困的关怀对象呢 就包括了我们的中低收入户 简易的隔离者 社福团体 社区的弱势族群 那援助的方式呢 包括了我们会提供纾困金 物资卡 或者是安心生活箱 祝福包啊 还有学童的这个 暑期的营养计划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默默的 在这个社会的暗角做的事情啦 那其实仿氏志工做的事情 也就是这样 所以呢平常是不大会去 有人注意到慈济志工 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 师兄师姐们呢 就是这么默默的做 有的人做了三十多年都还在做 然后像华真师姐呢 做了十五年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月雪哦 也是您想要开办这个 永和客服班的这个 因缘吧 您是从2010年的时候呢 开始跟这个月雪 有一个认识她之后呢 让您兴起了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哦 那刚才在影片当中 我们也看到她现在是台北辞院的护理师哦 我觉得这真的太不容易了 所以你是在她小学的时候 就认识她了是吗 对的 她的小学三年级认识了她 对 那时候她还这个 曾经的这个挖鼻孔呢 挖到呢 还去发烧去救医 她的糗事你都会知道 嗯 所以也是因为认识了她的阿嬷 才认识她们姐妹嘛 是不是 就是其实呢 我那时候看到要进去她家里啊 哇整个满满的都是一些二手回收物品 那留下一个小小宅宅的通道 那原来呢 阿嬷就是从事二手物品的回收 来这个就是支持起这个整个家庭 就是阿嬷带着两个孙女 她还有一个妹妹那时候是幼儿园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个家庭真的是蛮贫苦的 因为其实像妹妹呢 她有一次就跟我分享 她的学校同学问她说 为什么你老是穿旧的衣服啊 你都不会换一下新的衣服吗 那妹妹就说 我们家就只有旧的衣服啊 那怎么办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这样子 我们会发现说 有些孩子啊 她就会开始退缩 会不想要跟同学 或者是跟人亲近 可是这个家庭 他们完全不一样 因为阿嬷由身形带动 他们是一个非常乐观 非常知足 甚至呢 我们去到家里呢 就是很像朋友一样 很像就是说亲人来访 大家就是开始聊天啊 然后也看到这两个孩子 在给阿嬷按摩啊等等的 所以就是由阿嬷的这样身形 我们发现说 其实他们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贫穷 可能显现出来的是贫穷 可是他们的心里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心里是非常富足的 可是他们阿嬷有一个就是 愁苦啊 就是 她告诉我说 啊 月雪的这个成绩实在太差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接下来她要鼓中了 嗯 所以我就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那也就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 未来呢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居家客服啊 甚至我成立了永和心牙客服 一直到现在 哦 那她因为是护理师啦 所以她比较忙 她比较没办法 常常回来当那个学长姐 所以当客服老师啦 所以您就是邀约她回来分享自己的成长 经验鼓励更多的孩子 对不对 所以每个学长姐会不一样 嗯 她那次的分享有够受欢迎的 哦真的 我们每个孩子啊都提问 提问到那时间过了 还不想要罢手 所以就只好跟她在约定说 有空的时候学姐再回来 而且我们学 我们的阿雪真的很厉害 问她问题她都考不倒 可见得 难怪她一毕业 就马上考到了那个护理师的证照 然后所有的武 她武装这个整个五年级啊 都获得我们新衙奖学金的学习领域奖 真的是太厉害了 嗯 不错不错 我觉得这个就是平常的这个陪伴有成啊 才会 才会有这样子的成果 那她阿嬷现在情况好吗 阿嬷就是现在已经八十七十几岁了 那我们那时候跟她互动是六十出 那现在七十几了 那比较少会走出来 可是健康情况还可以啦 那至少呢 这个孙女呢 现在是护理方面嘛 还可以那个稍微照顾一下 然后她的这个月雪的妹妹 现在也是在 在学长照跟这个口腔护理相关方面 所以真的是 都是往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部分的照顾去走 哦 这也其实也是我们社会上非常需要的一块 嗯 那现在那个 你刚刚说月雪她回来很受欢迎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其实她那时候问我说 诗姑到底我要分享什么 我就说没关系 你就站在那里 就让我们孩子们 我学弟妹给你这个问问题 那我也没想到说我们学弟妹 对于她的这个问题这么好奇 就是其实最主要就是 比较属于护理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我们要面对有一些 有一些情况呢 我们要该怎样去去去做去做护理啊 等等的 我们孩子们真的是 我也觉得说很压抑 怎么怎么大家提出的问题 这么的有深度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学姐呢 我们月雪学姐也回答的非常好 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说 哇沉浸在这里面 嗯 不过她们现在这个 她是专责病房的话 她就会非常累了 她就比较不能够回来 比较不能够回来 还好现在疫情好一点 所以不止月雪 嗯 对啊不止月雪 我们刚才有提到很多的学长们 学姐们都是 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 一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学弟妹们有一个好像一个板一样在看 然后她也会希望说自己朝这个目标去走 哦 不错不错 那您刚刚说这孩子们他们上大大学的这个学费 我们实际也会帮忙对不对 对啊 我们是帮忙的就是我在想说我们是客服 嗯 我们有新衙奖学金有新衙助学金 那他们的生活费或者是家里面的我们有有一起照顾到他们吗 嗯 这就是我们持继的访式最重要的 嗯 我们持上真的真的是一个全家全能的一个关怀 嗯 不是只有针对孩子的学业 我们针对这整个家庭是一个一起做一个一个互动一个关怀的评估 嗯 你有需要经济上面的协助 你就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协助 嗯 那如果是小孩子的一个学费的问题 那真的就是一定要要去做处理的嘛 嗯 那甚至呢 那现在社会形态的转变可能长者越来越多了 嗯 那长者的一个互动又是不同面向的一个一个状况的一个问题存在 嗯 那所以我们在就是刚才菊帆师姐提到的这所有的啊都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嗯 那像我在今年五月份我有接触到一个个案 这个也是一个阿嬷带着一个一个孙女在赌夺中 那他们就是没有钱 然后而且呢是他儿子欠债呢 然后让他们连夜赶紧搬离这个家庭 嗯 那其实他自己也觉得说啊很嫌小 乖来求助人家觉得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但是几经思考呢就是学校老师也发现到 奇怪我们我们家我们这个孩子 他是一个品德之心 可是最近感觉他的一个举动怪怪的哦 嗯 然后跟阿嬷聊天才知道说哇出现大问题了 这么说 这个老师呢在提报给我们之前呢 哇再三的问一下我们慈激在这个房事的互动中是怎么样的情况 嗯 他听了以后很放心 嗯 然后呢我就跟这个阿嬷跟他聊天 就是在在去做房事之前先跟他做好就是了解 嗯 然后我们去到这个家庭 我我们在第一次房事回来之后 他后来跟我说 哇原来慈激志工是这么自信 嗯 是他孙女说的 嗯 因为他在我们在房事之前 他就跟我说我孙女大概呢 有可能会情绪爆发 或者是不想要看到任何人等等之类的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大概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状况 可是其实那一天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的互动 嗯 所以他孙女跟他这样说 他还说什么是自信 然后孙女就说哎呀你不懂了 你是自信的对了 嗯 所以其实他对慈激人就是整个改变印象 嗯 他以前所以为的慈激人大概是 不知道会不会问他一些什么问题 可是整个的过程让他觉得很温馨 甚至前不久我妈好像有一点身体上的状况 他知道以后还主动告诉我说 他每天念心经然后回向给我妈 嗯 所以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他说现在这段时间因为他真的很困苦 给他的心灵支撑就是只有我 嗯 那我就像他的一个这个女儿一样嘛 那就是虽然如此他也是就是说哇真的是有苦呢 就只能跟我倾诉 那就是他能够走到现在呢 他有时候会自己会大哭什么的 他也不能在他孙女面前这样子表现出来 嗯 嗯 就会找我 嗯 所以你不只是一个好老师 你也是这些照顾户的家长们的好朋友 他们可能也是你的长辈级的 也有可能是你平背级的 可是呢就是等于是他们黑暗当中的一个蜡烛 你就是那根蜡烛吧 对啊就是其实我我也很感恩我们这我们区里面的这个这个我们的呃我们的长辈们就是对我很很疼爱 我在三十几岁我就承担了我们融合商的仿视干事 哦 去仿视干事 哇你还要工作还做仿视干事 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对我虽然白天有在工作 然后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有些年轻人会说哎我还要工作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 嗯可是大家真的千万不要放过一丝丝能够付出的机会 嗯只要你有心其实呢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可以做得到 嗯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谢谢华真师姐 嗯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生活当中陪伴弱势族群的这个精彩的故事哦 嗯华真师姐曾经有讲过就是有缺憾的人生路要怎么走 您说要懂得知足感恩才能够真正的脱苦 在您陪伴这些照顾户的过程当中 这个您是不是也是拿来鼓励他们的一句话 其实呃我觉得他们后来啊会呃愿意走选择幼教 选择社工或者是回来帮助其他的学弟妹 嗯有点像是以私字为己字你知道我这个老师 嗯嗯 我们也是以私字为己字嘛 以上人的这个私字为己字 那要传承下去他们也是以私字为己字 我的私字是什么 这个信念是什么呢 嗯就是我讲的简单一点容易一点就是我为人人 要怎么我为人人呢 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情绪 嗯 会不会有一些困扰会一些会不会有一些障碍 嗯 大概会有 但是呢这个信念就是要去引导这个情绪 不要让我们这些情绪来引导我们 是 那这个信念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所有的人 嗯 离开这个痛苦 嗯 所以呢 我也是为了这些有需要的人而存在 嗯 展现出我的价值 也就是我们 我们所要说的我们要走菩萨道 嗯 所以呢 当有些事情发生了 我们这个信念我们信愿形展现出来 绝对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嗯嗯嗯 所以要用愿力转业力 那我们孩子们也是希望说我们一起来走这条道路上 嗯 哇师姐真的这种精神真的很感动耶 那我们现在这个提报的按家 有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变多啊 有啊其实其实这个过程呢 嗯 哦非常忙我真的每天都很忙 嗯 我现在甚至现在呢 呃常常要交有时候 视讯连线啊或者是电脑连线 晚一点的时候啊 我要跟孩子们或是跟谁连线 解决他们的电脑问题 嗯 像现在有些电脑还打不开 突然打不开什么之类的 嗯 因为有时候有防疫的问题嘛 我们尽量能够不接触就不接触 那像现在呢 也有一些这个老年的老化问题 嗯 哦 然后因为疫情呢 他们有一些经济上面的问题 嗯 种种的非常多 那幸好有慈祭 那有这个福田可以让我们去 一起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哦 太好了 好我们今天节目非常感谢邀请到邱华真师姐来上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呢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谢谢华真师姐感恩您 音乐 音乐 天空亮了 乌云渐渐散了 雨滴慢慢停了 风声缓缓静了 悄悄低下了头 发现彼此 手牵着 爱像阳光带回来 让黑夜一寸寸飞开 一世的笑容 从尘埃中剪起来 爱像阳光带回来 把希望散播于人海 勇气的种子 让生命组装精彩 让我和希望陪着爱 幸福不会空白 从泪水中 同心鲜明迎向未来 爱像阳光带回来 让黑夜一寸寸寸飞开 一世的笑容 从尘埃中剪起来 爱像阳光带回来 把希望散播于人海 勇气的种子 让生命组装精彩 爱像阳光带回来 爱像阳光带回来 把希望散播于人海 把希望散播于人海 勇气的种子 让生命组装精彩 山回来 流水回来 阳光希望和爱 真心真情一直在 温暖善良 世世代代 好 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刚才这首歌曲呢 它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好感动哦 它说温暖善良 世世代代 刚才访问的邱华真师姐 她是我们慈祭的访式志工 在全台湾 在全世界 慈祭都有仿式志工 走进需要帮助人的家里面 看到他们的需求 为他们提出解决的方案 那在下一阶段 这个阶段节目 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在大爱型网站里面呢 有一天台中慈愿 一位护理师分享的故事 叫做窗里窗外 怎么说呢 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台中慈愿心联病房 这是林巧荣医师分享的 她说我们这个心联病房很特别 怎么说呢 她说她应该是呢 全台湾唯一一件 设在一楼的安宁病房 因为我们通常安宁病房 都在医院的楼上嘛 那在我们台中慈愿 它是设在一楼 这个安宁病房 你平常一开门呢 就可以直接走到户外 而且天气好的时候呢 病人还可以坐轮椅到中庭 晒晒太阳聊聊天 家人来了呢 也可以到外面聚会 所以感觉呢 虽然这些都是一些住在 生命走到尽头的人 在这里准备 要安心的中老的地方 但是她的环境呢 却是可以让病人 跟家属如此的自在 可是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前阵子家属 不能进病房探视 而且呢 陪病的这个规矩也很严格嘛 像大家都了解 像可能都要去做那个快筛 要确定你是阴性 才能够进来 而且之前更严的时候 是连东西都不能亲自送进来 那 新年病房的病人呢 大部分都是处在生命的末期嘛 所以呢 本来我们院方都会很鼓励 家属可以常常的过来 把握最后相聚的时光 那可是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能来那怎么办呢 因为平常我们还会 在新年病房里面 办一些家属的聚会啊 办一些茶会的 可是现在就没办法 怎么办呢 刚刚大家有想 我们有讲到 就是我们台中慈悦的新年病房 在一楼嘛 那一楼有窗户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护理师就很贴心 他呢 就把病床呢 推到靠近窗口 或是靠近门口 这样家属呢 就直接透过一扇玻璃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家人 让两边可以见面 这种感觉 这个一定好 好过那个视讯连线嘛 对不对 因为就等于亲自看到 你的家人就在窗外 透过玻璃在门里面 我的家人就在这里 所以这种感觉 真的很棒啦 这个是那种 视讯没有办法 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这种亲身的 看到了自己的 最爱的亲人 这种感觉 真的是很棒 那所以呢 有的人呢 就会把病床 推到床旁边 跟家属聊天 有的呢 就是在门边 那隔着玻璃呢 大家要讲话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就再拿起电话 来打电话讲 所以呢 大家彼此这样子 互相的望着对方 这样子也算是见到面啦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护理师们 真的是有很多的巧思哦 这就是在这个 疫情底下呢 一种小小的变通 可是呢 却是大大的体贴 那有一些病人哦 本来呢 比较虚弱 可是呢 跟家人见面之后呢 他们的精神 就变好了一点 那所以呢 这个 这篇小小的短文哦 就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虽然在这个规定 感觉很硬性的规定哦 可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 柔软的这个人性哦 让呢 在这个 疫情之下呢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一些人性的光辉 然后呢 在病人生命的 走到快要尽头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可以为他们 多做些什么 好 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第一篇的文章 那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另外一篇文章哦 这个就是 发生在我们 台北辞院社区 长照服务部副主任 李家富 他的分享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呢 那个时候我们在 泰鲁阁号事件哦 大家知道那个场面是 非常的让人伤心的地方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 参与救灾的人员 包括救难人员 包括医护人员 包括志工 他们可能还有 最重要的是这些 在那边受伤 在车上受伤的人 还有以及他们的家属 那他们在这个 这么大的灾难事件之后 心灵的创伤复原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呢 这个时候呢 台北辞院的李家富 医师呢 他就说 这个创伤症候群 在一个月内会出现 急性的压力反应 那超过一个月以上 就会称为 创伤压力症候群 所以当时呢 就规划了中西医的 联合照护的模式 而且呢 也让他们要更方便 所以我们不是让他们来医院 我们是去疫诊 那我们后来就 为了要让他们 不要进到医院里 我们又去了 新店进司堂 还有东区会所 我们就 把这个环境布置好 可以让他们 一起来 参与 不过后来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进行了一阵子 后来就停下来了 那除了 除了这个创伤压力症候群之外呢 李嘉福医师 他还很关心一个事情 就是呢 现在因为疫情的冲击之下 很多人 他会失眠 那有一些人 特别敏感的族群 像是18到29岁的年轻人 还有家庭年收入比较低的族群 都要特别注意他们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这些人是那种 原本心理压力就比较大的 那经过疫情之后 有高达72%的人 他的心理压力会更严重 他可能比如说 他可能会担心自己得病啊 担心他的工作受到影响啊 所以呢 李医师就特别跟他之前 一起工作的这些护理师们 谈一下这种 医护人员谈一下这种 还有一些失智共照的老人 他们在疫情过后 他们的认知也会有一些退化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所以要第一线医护人员 特别要注意 只要睡眠情绪受到影响 就要来处理 所以呢 台北慈悦呢 不只是提供心理资商 也透过目前这个高科技的方法 包括了 微电流刺激的治疗啊 生物能共振治疗啊 还有生理回馈治疗啊 都希望对这个医护人员 是有一点帮助的 那在疫情底下呢 这个 还有一个人 是人家都不出门 可是呢 他却是要一直出门的人 就是呢 居家照护服务员 而且呢 他们常常笑自己哦 说是那种 薪水越低 出勤次数越多的人 那其实呢 他们身心也会受到影响的啦 因为你每次等于是冒着生命危险 去按加嘛 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被传染 而且呢 还发现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啊 年纪 还有许多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去当这个居家照护员哦 不过通常这些人 因为人生经历比较多啦 所以他也比较有同理心 那而且还很多是我们志工 就像刚才 华真师姐他们这样的 慈激访式志工 那李家夫就发现啊 慈激志工哦 他们年纪虽然大 也会有一些慢性病 可是呢 他们呢 不怕死 他们不是不怕死 而是因为他们自我期许的这种责任感跟使命 让他们觉得他们要不失勇猛精进 所以呢 最后呢 李家夫医师他就跟大家分享了这段禁思语 叫做学佛呢 要将心照顾好 不让一点点污染 爱欲染灼 要以大爱付出 心无所住着 就是无所住相的不失 就是我们的三轮体空无相不失哦 就是我们是忘我的投入 一切都是为了对方 然后不求任何的回报 不求任何的回馈 我想这是我们每位愿意做志工的人 我相信都是这样一份爱的出发的心哦 好 今天节目我在这边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爱是看不见的语言 爱是摸不到的感觉 爱是我们小小的心愿 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 爱是养着头的喜悦 爱是说不出的感谢 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 双手和时不在乎考验 让爱传出去 它像阳光温暖我和你 不管有多遥远 总有到的那一天 让爱传出去 那肩膀慢慢认着你 有你的足处 没有过不去的苦 爱是养着头的喜悦 爱是养着头的喜悦 爱是说不出的感谢 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 双手和时不在乎 双手和时不在乎考验 让爱传出去 那肩膀慢慢认着你 有你的足处 没有过不去的苦 gaz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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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爱传出去 他像阳光温暖我和你 不管有多遥远 总有到的那一天 让爱传出去 那肩膀满满人生路 有你的祝福 没有过不去的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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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爱传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